2010年创立的乙皮画廊 从花莲市林森路 桥前花莲文化园区 今年则转移到美伦山社区 去年9月首度进军台北 去年12月带来东岸艺术家 缓缓呼吸点展广受好评 除了回乡带来部分作品展出 18号将以复兴舞舞 乙皮画廊花莲掌管重新出发 并带来花开复兴春艺农特展 邀请民众一览当地艺术创作风貌 2010年8月创立的乙皮画廊 从花莲市林森路 桥前花莲文创园区 近年则转移到美伦山社区 去年9月首都进军台北 去年12月邀请6位 长居花动生活与创作的艺术家 包含Michael Newman 鲁碧斯瓦娜 达凤嘎赫蒂 马朗乌瓦日 梁琴霞和阿提荣 带来东岸艺术家 缓缓呼吸点展 在台北广受好评 日前带回部分作品 连同星座与花莲展出 我们这一次的作品 就是有六个创作者 不止七个 有七个创作者 因为加上沃隆老师的作品 也是花莲的作品 然后这一档的主题 叫做缓缓呼吸 缓缓呼吸 其实是在呈现 我们花东的一种概念 也是在呈现我们花莲 我们乙皮画廊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 东岸的思维 那什么叫东岸思维 就是一个让我们自己 在接近自己 从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跟环境 一种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注意呼吸 那过来 那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永续行动 那所谓永续行动 就是说 符合WTO的一些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人 可以能够更尊重大自然 然后不要再制造更多的能源耗材消耗 我们花东的很多漂流木的创作者 他们就是属于属于碳中和的 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发展 那这个也是我们画廊很鼓励的 接着要在复兴55有一个新的空间 我们里面的 尽量我们也不再去制造 增加环境的污染 而是去买二手的 的柜子 或者是一些需要的展示 空间上需要用的东西 做一个再利用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永续宣言 也是一个绿色宣言 画廊创办人陈雅玲表示 缓缓呼吸连展 在去年11月下旬 与台北展出为期一个月 受到热烈回响 不少作品也获得收藏 如今又通过画廉县文化局 及画廉县文化基金会征选 18日将以复兴55 以皮画廊画廉展馆为名 重新出发 首展花开复兴春艺农 精选超过30多位 与画廉有深刻连结的艺术家作品 期盼邀请民众共向盛举 记者长方眼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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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